觀眾朋友 晚安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新聞背後的真相 郭姓淳終於報名 贏得了第一面金牌 贏得金牌的那一叉鬧 我們整個辦公室歡聲如雷 當然要來談談郭姓淳 同時在今天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高端就是一路護航 八天兩過關 特別是指揮中心連續兩天宣布 一方面宣布高端納入了公費疫苗 另一方面宣布說 已經要開放滾打了 為什麼之前都不開放滾打 在這個時候才開放滾打呢 那不是為了高端嗎 我們來介紹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腎臟科醫師江守山 大家好 邀請到華西街甘蔗之業者Jerry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要來談談 難道振興卷真的要來了嗎 而且據說去年是三倍卷 去年是五倍卷 六倍卷 所以邀請到財經專家賴憲政 憲哥 觀眾大家好 資人求評許惟志 大家好 國民黨文春會副主委鄭世維 大家好 邀請到資人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從今天開始非常開心 我們拿到了第一面金牌 郭幸存舉重總和 兩百三十六公斤 三創奧運記錄 奪得台灣東奧的第一面首金為之 這個我們等很久了 因為我們這次被世界的 這個體育的媒體評估有 兩金五銀四銅 那麼連續四天接著第四天都得牌 現在一金是一金兩銀兩銅 那麼對島郭幸存而言 不簡單的什麼地方就是說 亞運 亞錦賽四大運 包括亞錦賽四錦賽 他都拿到了 拿到四樣比賽的冠軍 只參奧運 所以奧運拿到 我們奧運的不是五環旗嗎 那個五環旗加起來就是 五大滿冠 金滿冠 對 所以我們大家看一下 他開靶的時候 他這一組有九個人 他今天好像贏得很輕鬆 因為他開靶一百公斤 別人都不是一百公斤 他用最重的 一開頭他先拿一百公斤 過來就一百零三公斤 為什麼一百零三公斤 我們奧運紀錄是一百零二 所以他就破了這個奧運的紀錄 我們看到了這個 那這個畫面是 好 這個就是他破奧運的 停舉的一百四十公斤的 一百四十一 但是他在這個停舉 他抓的時候一開頭 開靶他抓一百二十五公斤 也過 一百三三也過 最後想要破這個一百四十一 這個就有一點點 他自己可能最後的氣力也放進了 一四一是失敗的 這個很少看到說有人輸 這個失敗還那麼微笑 你最看 他的動作很輕鬆的 一零三 這是第一座 其實一零三的 其中第二次開靶的時候 有被裁判認為說有點犯規 第三次就沒問題 所以其實郭慶淳在我們這次裡面 本來就預估 這塊金也是一定要拿出來 他是奧運 他跟那個盧彥勳是掌棋關 大家對他期待太大 今天下午兩點五十分 到四點左右 我相信全台灣人都要看 郭慶淳的這塊牌子 這是一零三 對 一零三 那一零三這也沒問題 各位好朋友可能不知道 基東舉重的選手 最辛苦的地方 在什麼呢 因為他的抓舉 那個一百零三公斤 是他的弱項 所以他在冬季訓練 開始練那個抓舉 所以對他而言 他等於也很多世界紀錄 是他保持的 甚至呢 這是有北韓 泰國跟中國 還有亞塞 拜然的四個選手 聽說也很厲害沒有來 他們來 郭慶淳還是冠軍啦 他還是冠軍 他還很輕鬆 我看到今天那個越南的選手 對 這一個重心部分 他一開把握 跟他插五公斤 十公斤起跳 別人好像很辛苦 我來看一下 我們好像很輕鬆這樣子 不過這幾乎 這是一百零幾乎而已 郭慶淳一開始就開把 是一百零五開始 越南選手 當然他這個技術問題 那個所謂的 應該是練習程度 跟蹈郭慶淳本來 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這個對教組一看就知道 我們郭慶淳真的厲害 基東的選手 多恐怖 多恐怖 像這樣子很容易受到運動傷害 所以說我們 很感謝郭慶淳在大家 等待這個金牌 等待太久 因為大家也沒有覺得說意外 其實是意料之內 很多人都認為說 你就該金牌 其實很多人最怕 就是說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麼郭慶淳坦白講 好女兒 做好男 其實舉重不是他的專長 他原來是喜歡籃球跟田徑 他原來是喜歡籃球跟田徑 籃球跟田徑是他最喜歡 他這個江湖的小孩 他名字叫郭慶淳 慶淳就是出生時 期待繞頭 爸爸他生什麼 他出生的時候期待繞頭 期待繞頭 他開始說他就不知道爸爸什麼人了 所以他是阿嬤跟媽媽 交代 單親家庭 小孩很辛苦 這個就是什麼呢 他在連穿亞運的前兩個月 因為那140公斤的槓鈴壓到右大腿 那個總共70%的肌肉受傷 兩個月之內他把復原 那實在是很嚴重的 那他是阿美族的原住民 那他自己就講說這次比賽 他準備的時候他在國訓 他受傷了 他發現要等救護車要等好久 他說我在國訓中心要等那麼久 那何況在台東他的學弟妹怎麼辦 所以後來他每年度都要捐贈經費 大概十幾萬給他們學弟妹之外 你記不記得在有一次他捐了150萬的救護車 要給他出生的宜蘭的聖母醫院 宜蘭聖母醫院說我已經有了 轉介紹到另外天主教的澎湖那邊 才看到郭姓淳的名字 原來他說我們希望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責任 各位有機會你到府仁大學中正路會 府大的大門口右邊牆壁上面 就是郭姓淳的照片 府大之光 那麼他這麼的辛苦 他在上一次旅遊奧運得銅牌 我們那時候一金一銀一銀 就是他拿銅牌 那銅牌的500萬獎金 全部他送給他的三位教練 工庫人比較知道人的需要 工庫人比較知道要銅盜三天 所以郭姓淳他這次裡面坦白講 他這麼的認真 他拿到這樣的一個成績 我覺得很正常 這是我們很感謝台灣之光的郭姓淳 替台灣拿到第一面金牌 這是在我們預期中的金牌 不過郭姓淳在今天 其實也破了非常多項紀錄 對 其實他的停舉 聽坦白講他要破那個 因為奧運的紀錄是140 他要破141 所以他那個就沒有做 沒有做完整 請導播Cue一下今天的畫面 OK 坦白講他不用一次到位 因為奧運還有下一屆 他今年才26 7歲 後來還有一趟比賽 他的紀錄已經是世界級 我覺得說今天大家 如大家預測了 都很輕鬆的 他拿到這個奧運的金牌 這總合236 抓舉103 這個停舉133 所以說這個紀錄已經難人可貴 好 其實郭姓淳拿金牌 不意外 昨天比較意外的 應該是中日那場大戰 你說那個桌球那個 桌球那場大戰比較意外 好像是95以上吧 大概都是在關心 而且幫 據說央視已經 沒有 因為主要是 前兩局 前兩局是 那個許欣跟 他們男女的混雙組合裡面 已經前兩局贏了 後來沒想到日本隊的 後來局上 對 跟水谷準 厲害了 逆轉3局 就3比2 最後第6局是3比3 最後第7局 結果中國隊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的士氣 有一點打掉了 而且據說央視 已經先上了那個 對 說他們拿到金牌的吧 他們也先拿到冠軍了 那這個部分就被央視 出錯了 他們網友幹掉到不行 當然很多人都在 站在日本 因為日本的手機 高到40幾person 所以很多人看 台灣也在關心 不要忘了 日本這一組冠軍金牌 是擊敗我們正義健 跟那個林雲汝德的 對象 所以說怎麼講 應該是有人講台字友好 不過日本的水準 本來就是要擊敗中國隊的 好 因為這一場比賽 福元艾還被出征了 福元艾這一次的付出 不太順利 在中國桌球混雙敗給日本之後 福元艾慘遭網民出征透罵 甚至罵他不要臉 為什麼 昨日這場中日大戰 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後 還是余波蕩漾 為什麼 因為福元艾 其實選擇這場當作求貧 是因為他已經消失半年了 所以昨天他出來當求貧的時候 其實日本人是不太買單的 日本對福元艾還很有意見 但是中國的網友 對福元艾是很熱情的 很支持他 沒想到因為昨天 本來中國隊領先 後來日本隊逆轉勝之後 福元艾就兩面不是人了 為什麼 因為福元艾出事之後 包括外遇到離婚 你知道中國網友都一直說 小艾小艾是我們的 小艾小艾我支持你 結果當日本人摘下金牌的時候 小艾說什麼 他說 這是實現了所有人的夢想 你知道福元艾其實很聰明 他沒有講說是日本人 實現所有人的夢 沒有 他是說 這場結果就是實現所有人的夢想 可是你知道中國網友就大罵 那你現在在哪一邊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大家知道嗎 福元艾當初結婚的時候 伴娘是誰 就是昨天中國隊的代表之一 劉詩文 各位記得嗎 人家是他的閨蜜 福元艾結婚的時候 還特別去當伴娘 那你們兩個人感情這麼好 那現在劉詩文輸掉了 只拿了銀牌 所以所有中國大陸網友 就一直問說 那你講嘛 這個文妹妹輸掉了 都掉眼淚了 你講句話 到目前為止 小艾小艾沒有講話 那為了這件事情 你知道中國大陸網友 大罵福元艾之魚 還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 昨天 當日本拿下金牌不是頒獎嗎 你知道連這個頒獎的動作 中國大陸網友都有意見 他說 太過分了 他說那個動作 他說誰不准 跟伊藤美城站在 所以應該是站在旅牌中間 對不對 對 他說你們明顯的是站在 銅牌的那一隊旁邊 太靠近我們 對 為什麼不站在銀牌的 中國隊這一邊 擺明了就是你知道天心 連這個都罵 還有一件事情是 各位記得嗎 昨天中日大賽 你一定有看 你知道這次的桌球 非常嚴格規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手不准碰桌子 因為會有汗 因為防疫規定 第二件事情 不准吹球 對不對 不准吹球 但是 中國大陸網友抓包了 水谷准 拿在手上的球 吹了 可是沒有拿到黃牌 所以你知道中國大陸網友 到現在為止 那種憤憤不平的憤怒 那個口水 都快要把福怨愛給淹了 因為那一吹爭議很大 所以這一次 中國網友不只出征福怨愛 也出征水谷准 沒有錯 他們就翻出水谷准 過去的一些紀錄 首先先講 中國大陸網友 對水谷准的不滿 就是說 這個水谷准今年都32了 那我們昨天說了 這個小魔女今年幾歲 只有20幾歲 伊藤美成 那這兩個人差了快10歲 但是其實這兩個人 是小時候他們就認識了 他們不但先後讀同一個學校 而且幾乎是住附近 也就是伊藤美成 大概在3歲到4歲的時候 就認識水谷准了 兩個人 所以你看默契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們看起來是很正向 他們默契很好 可是中國大陸網友的眼裡卻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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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水谷准 擺明不就是蘿莉控了嗎 因為小孩子這麼小 你就期待他長大 然後期待他在奧運上拿到金牌 不過我先強調 這是中國大陸網友的一些批評 因為畢竟水谷准2016年之後 其實他狀態是下滑的 他期待當然就是今年 這次的混雙這個桌球 這個金牌 那這是是不是蘿莉控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事實 各位知道嗎 2019年水谷准遇到他人生 最大最大的低潮 他竟然被仙人跳 你能想像嗎 因為水谷准看起來 就是一個乖乖的宅男 2019年他其實已經結婚了 他當時在東京的一個夜總會 可能想放鬆一下 他去喝點酒 就遇到了一個19歲的少女 這個女孩長得很甜美 兩個人就談得很愉快 就不知道怎麼談著談著來電了 水谷准就約了這個妹妹 就出去談心 可能談著談著 有一些肢體動作 根據當時的說法 是有抱抱又輕輕 結果這個抱抱輕輕的當中 妹妹突然就說 你不要碰我 我腰會痛 我這個腰受過傷不舒服 水谷准也嚇了一跳說 那怎麼辦 結果妹妹就講說 只有一個辦法 你知道嗎 其實那個酒店裡面 那個按摩浴缸 是有辦法可以紓解 我這個腰痛的 這樣講好像怪怪的對不對 但水谷准竟然就真的帶了妹妹 去那個酒店裡面了 然後到了酒店之後 水谷准又想抱抱跟親親的時候 妹妹就說 你不要碰我 其實這個前前後後都怪怪的 水谷准卻沒發現 之後水谷准的電話裡面 就接到了這個十九歲妹妹的男朋友說 你太過分了 你對我的女朋友做了什麼 你現在拿錢來 要不然你這麼有名 你想不想身敗名裂 這件事情警方後來抓到三個大學生 這三個大學生後來承認 他們從頭到尾就是設計水谷准 雖然嫌犯抓到了 可是2019年這個現任條 對水谷准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確實這起事件在水谷准的人身上 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污點 我們來看水谷准曾經自己說過 他不喜歡穿內褲 他們都緊接帶你來關心振興券要來了嗎 現在大家剩下塵上的事 因為政院已經釋放出這樣的訊息了 說現在有1600億的銀彈準備要上唐了 隨時都可以發第一件 那到底什麼時候發呢 大家搞不清楚 到底要發多少呢 他也沒講清楚 只說會高於三倍 所以外界開始揣測紛紛 已經喊到五倍券 六倍券了 這當然不是代言檔案 這是綠營自己說的 說要發就發多一點 因為來挽救低迷的民調 所以要嘛就發五倍 要嘛就發六倍 然後洪孟凱批說 這又不是借王權用話 所以振興券應該是要來了 應該八字有一倍的 聽說上限是1600億 目前有人講說過去是1000塊 換2000加起來3000就是三倍券 聽說這一次可能用2000 換8000就是四倍券 換1萬就是五倍券 不過如果有1600億來算的話 我們現在2357萬的人口 那如果說你是2000換1萬 等於政府要付8000 算起來不是 1800多億 那如果說2000換8000 政府要付6000 那算起來也不是 1414億 那可能最好就是用1000 去換多少 去換8000 這樣的話變成七倍券 因為政府付7000 7000我給他算起來是1650億左右 所以民進黨要選團大內心 用1千8千 這樣比較有感 好 但是在野黨說 你千萬不要用複製貼上 重蹈過去的歷史錯誤 我們回頭來看 去年在發三倍券的時候 也被罵翻了 那今年會不會同樣的錯誤 又再犯 如果跟我們人民計較那3000塊 這就跟像這個玉蘭花 賣玉蘭花的婆婆們 計較那1萬塊一樣 三個字 沒出息 你不要跟人民講說 什麼能花 什麼不能花 你把人民當賊一樣嗎 你每一個月基本生活費 會小於3000塊的 你穿這裡就不夠了 又打汗 坦白講 在座所有的經濟學家 只要有念書的都知道 這次的振興券是完全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振興券 對產業一點振興的效果都沒有 當然如果不服氣的話 如果政府 通常政府還 如果他有辦法找到這個經濟 有頭有臉的經濟學家 為你替他倍數來收他有效 非常歡迎 因為去年三倍券 卵曹操 所以今年大家很擔心 萬一再發振興券 不管你是五倍券還是六倍券 會不會又搞得卵曹操 對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民意調查 有61%的人希望能花現金 直接發現金就好 對 最簡單嘛 現金到時候也用一個國幣 有45%的人說要吃幾五千塊 因為你去年那兩千 我們用一千 兩千 兩千 三千 那兩千也沒效了 怎麼說 現在有一些 雖然無薪的 減薪的 弱勢的 已經賺不住了 賺太多了 你要再叫他掏兩千塊出來 對 他就有夠尷尬 還要拿錢出來 是啊 所以說你如果 還是複製以前 因為現在大家都你老人老了 現在他都落在地房子 所以這個時候你還要說你拿兩千 難道我換給你六千 八千 一萬 我現在連兩千都沒有 你不要要我拿兩千 而且這一次受傷的 是實體店面攤商 反而是網路的是逆勢成長 某某的股價到兩千塊 所以網路那邊是沒有受到傷害 都是那個夫妻店 小店面二十幾坪的 路邊攤三坪 五坪 跟你租個小店面 那些幾乎斷糧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千山鳥飛絕 萬象人中滅 你去永恆這個看 這樣看過 和一個好心 媽媽就沒有 你說他都沒有收入 你這個時候再拿兩千塊過來 你如果沒有拿兩千塊過來 我就不給你錢 還有去年的時候 你還要拿健保卡 你的阿嬤八十多歲 九十多歲 就他們孫子帶領 不然夫妻在上班 很麻煩 阿嬤去帶領 然後家裡可以帶領 然後領的時候在郵局排那麼長 熱得要命 然後超商 然後搞了你還要兌換等等 複雜的事情簡單做 你就是一個專家 你反而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做 你是怎樣 好路不怕怕山頂 而且去年真的很麻煩 去年真的很麻煩 除了說你領食體券要排隊之外 你去兌換的話 如果我今天是商店 我有些收數位的 有些收實體的 我將來要換成現金的時候 還不一樣 是 它是不同的窗口 有不同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領數位的 你還要綁載具 更過分的是 如果你用數位的話 你要自己先付三千 還有這種事 對啊 所以 你先付三千 它給你五千 對對對 所以你看 在去年的一個 因因的一個措施 你現在還要再搞一次 去年後來有92% 是領紙本的 數位的只有8%而已 但是這裡面 還有規定11項不能用 不是你所有東西都可以嗎 我們去年不是有講過 那你這一次一定是 老糕變無心法保 一定都一樣 從那裡就拔出來 然後一千變三千 現在兩千變幾千 這樣而已 其他不用幹 煮完就給它撒水就好了 好 最主要是 我們也擔心原水救不了進貨 去年呢 三四月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結果一直拖到七月十五號 才能夠用三倍券 因為它中間還要硬 還要搞那個非常複雜的方案 那今年呢 今年據說呢 可能要到十月或十一月 有沒有可能原水救不了進貨 特別是去年三倍券的經驗 我們來問一下 今年受傷最慘重 就像憲哥所說的 都是一些小攤商 雅琪啊 實體店面 這些商家 三倍券已經很難用了 今年不管是五倍還是六倍 是不是有可能重蹈覆測 我來問一下Jerry 我覺得三倍券非常的不好用 尤其是專對我們這種小攤商 你是做什麼生意 我現在也有在賣甘蔗汁 賣甘蔗汁 是 對 那為什麼很難用呢 我們以這個三倍券的麵源來說好了 對不對 兩百和五百的 對 那我們甘蔗汁對不對 大杯一杯三十五塊 然後大瓶的一瓶是一百塊 但它麵源兩百塊錢的 那它要來使用的話 我們是不是都拜託它 你可不可以帶兩瓶 但有些人一下喝不了這麼多 但是我們就沒辦法找零 三倍就不能找零 對 但是變成 就麻煩 對 可是我們大家在市場旁邊 對不對 在都會裡面 那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要求說 它一定要帶兩瓶 所以它就不要買了 可是大家那時候手上三倍券的時候 大家就是想辦法 就是有能夠花掉 就把它消費掉 所以對我們這種小攤商來說 其實沒有效益 反而是徒生困擾而已 所以第一個是它的面額不能找零 是的 這是第一的 特別是今年疫情最嚴重的就是這些小攤商 是 那到時候不能找零怎麼辦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 換錢也很麻煩 反而據說 第二個換錢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當然就是小攤商 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的開發票 對 那政府是規定說 就是大型的商號有開發票 他們可以拿到銀行去兌換 對 可以到銀行兌換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到銀行兌換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拜託 就是有認識比較大的商家 然後請他幫我們兌換 可是其實我們這種是小本生意 如果要請他幫我們兌換的話 就是要扣一個所謂的 就是要給他扣趴就對了 還要給他扣趴 對 這個就是一個地下經濟 就是一個 等於說我們給他兌換的話 那你們去年拜託其他比較大的商家 去幫你們兌換 也就是說因為你們沒有開發 趴就不能兌換 對 那這些幫你兌換的比較大的商家 他給你抽多少 3% 還要被抽3% 對 那其實我們就也是小本生意 但是就是要被抽 我現在想不到 像今年最慘的雅琪 雅琪都沒有開發票 如果他仍然是複製貼上 那問題可大了 針對這個業市有比較大型的業市 或是說比較有在管理的 其實業市的管委會 是可以 是可以到銀行去換的 業市管委會 對 但是那要在 比方說在所謂的 在 你要比較有規模的業市才有管委會吧 對 就是 比較有在 有規模有管理的 可是我說的 像我們的 我們的攤判 比如說在市場外圍的 沒有在市場 就是 沒有登記的 對 沒有登記的 沒有就是說 沒有規列在市場的 就是自製會裡面的 那其實我們外圍的這些攤商 其實也蠻多的 那我們就是 一定就是要被 要被 就是 被扣3% 拜託他們去把它換掉 對 但是我們也相對的 我們也一定會收到 3倍券 因為大家那個時候就是 想把它消費掉 對 那再者 我這邊要報告就是說 我們自己收到3倍券之後 我們也會去消費 但是有一個情況 所以你自己拿來用就好了 對 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我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那附近 其實也是一樣 他們不全部收 他們只收一半 我們另外還要付現 因為有些商家 他也是沒有辦法兌換 他收的多了 他也是要在 要在被扣 所以去年有些商店是這樣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花1000塊錢 他就跟你說我只收500塊的3倍券 是 是 沒有500塊你一定要給我現金 是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兌換確實很麻煩 是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要把簡單的事複雜化呢 特別是我們來看過去的統計 其實從去年3倍券的經驗 56%橘色市領了3倍券之後 我們發現56%的人 都是進行小比多次消費 都是小額消費 大比一次性消費的其實並不那麼多 那大部分消費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橘色的線 最多是消費在日常餐飲 日常餐飲其實有時候 今天是幾十塊 幾兩百塊 所以你那個面額最小 只有200塊也很難用 還有一些低價的消耗財 這是去年3倍券用最多的地方 所以今年如果還要再發真心券 我們希望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好 談完了真心券之後 我姐姐帶你來關心的是高端 高端是不是一路開綠燈 八天 兩過關 教署又給他HIP的一個通過 那昨天又說 好 既然HIP通過了 疫苗組通過了 那就把他排上公費疫苗 實成上面 我覺得這個太多的疑惑 會讓老百姓越加覺得 你的政府為什麼一個護航 一個高端已經護航到 沒有天理的一個護航 沒有極限了 這已經是沒有極限了 一路開綠燈 一路的護航 沒有解除民眾的疑惑之前 真的不要拿老百姓的命開玩笑 真的是護航到無法無天嗎 為什麼 剛剛說八天兩過關呢 在七一八那天給他EUA 也就是給他緊急授權 到七二五那天呢 就讓他納入公費施打名單 所以八天兩過關 問題是 很多人就質疑 你到現在當初 過關EUA的 會紀錄也沒有公佈 那當初有十五個委員說是有條件通過 那他們的條件到底是什麼 後來又說有人要求要補舰 那補的進又是什麼補了嗎 這些都沒說清楚 更重要的是什麼不說清楚來 高端疫苗到底有沒有八成遭到退貨 這件事到現在仍然說不清楚 高端說沒有這是斷章取義 但是我們看到從食藥署流出來的文件顯示 白紙黑字顯示他就是八成遭退貨啊 所以這件事政府要搞清楚啊 跟我們講清楚 如果沒有跟我們講清楚 誰敢打 江醫師 沒錯 其實一個疫苗 他本身的在實驗室的研發 他跟生產製造這是兩件事情 就像以前三星不是說 他幾代米也做得很好嘛 對不對 是 結果呢 做到哪裡去了 完全不行啊 一旦大規模生產就 量率就不行啊 實驗室跟在工廠那可不一樣啊 對 那我們來看看 好 但是食藥署流出來的文件 我們從這個文件白紙黑字來看 到底有沒有八成被退貨嗎 高端他是一個蛋白質單體疫苗 次單體疫苗 那這蛋白質有兩端 在它的N端的所謂的糖蛋白 這個糖質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在做兩L的時候 這個糖質他可以穩定在 控制在20到25中間 20到25中間 可是他把它擴大翻 擴大的生產規模 做50L的時候 他這個糖質衝到27到42中間 27到42 那這什麼意義你知道嗎 這什麼意思啊 因為其實一個蛋白質會產生所謂的激發抗體 跟它上面這個糖的量 糖分的量有關係 你糖分子給它越多 像這個是所謂的唾液酸糖 你給它越多的糖分子 它的刺激免疫效果越差 所以你突然間製作量一高 你就產生了一堆糖果在外面 那到最後就可能產生不了 所謂的免疫的刺激的效應 沒辦法生成抗體 所以這樣子就被發現說 原來你本身的製作的水平 還沒到胃 所以你一旦擴大生產 50L還不是很夠 你到最後可能要擴展到2000 2000啊 可能要做到2000 那個大桶子可能要做到2000 可是你這個做到50L你就出事了 所以為什麼大家很擔心說 它真正的拿來打在人身上的時候 它品質是OK不OK 好 那據說它這個數字有專家說 這是忽高忽低代表 其實它本身的穩定度是有問題的 沒錯 因為其實 有人懷疑說這個200L不是它做的 事實上它是委外代工的 它單就做2L的時候 已經比不上人家這個委外代工的量 那2L做成50L的時候 馬上暴增了快一倍的 這個外面的糖分子的量 那代表說產生出來這個東西 到最後可能沒有效果 好 所以它的品質有沒有問題 我們的指揮中心要跟我們說清楚 另外一件事也要跟我們說清楚 我們指揮中心是幫我們做防疫的 不是在幫高端做Sales 但難道是在幫高端做Sales嗎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在今天竟然曝光什麼呢 國民黨說從外交部的文件顯示 但是國民黨可能懷疑高端沒有行李了 所以這個時候竟然要送友邦 我們的國產疫苗 難道我們的指揮中心這個時候變成Sales了嗎 對 那江啟臣他爆料 就是說他收到了外交部的一個公文 其實高端是在7月19號通過台灣的EUA 7月20號這個公文 這個外交部的公文馬上就出來了 那外交部的公文發給誰呢 發給目前我們9個邦交國的大使館 最主要查兩個事情就是說 我要贈送疫苗給你們 這第一個 第二個希望你們調查一下 你們國內的民眾施打的意願 這個公文的原來是這樣子 但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台灣不是缺疫苗嗎 這第一個 我們不是接受很多美國日本的 援助的疫苗嗎 那我們現在一方面接受人家的疫苗 一方面又去援助人家的疫苗 這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這第一個 因為我們國內可能沒有人要打高端 第二個你這個EUA是全世界 目前來講最低最低最低標準通過的 萬一萬一 去哪兒打了出事情的時候 那你不是把中華民國的整個 商譽國格全部都毀掉了嗎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是第一個質疑 第二個質疑 竟然我們的政府是幫高端 在做會計師 好 我們都會再來談會計師 我們來看是不是在幫高端 消耗疫苗呢 是怕他沒心理嗎 我們來聽 江啟宸怎麼說 受證我國國產疫苗這件事情 給九個大使館 我7月19號EUA通過 我7月20號馬上透過外交部這個外送平台 要來贈送給邦交國 而且是用公帑 是用人民的納稅 所以我們的政府到底在急什麼 外交部在急什麼 這是外交部自己的主張 還是高層要求 不然我們實在不懂這雙間的邏輯 好 另外一件事我們也不太懂的是 衛福部的補助金入障 高端疫苗呢 在6月份出現獲利 如果補助金沒有入障 據說高端呢 會連續三個月虧損 問題是 高端補助金該給他嗎 他有照當初說好的合約來走嗎 當初說你要在2月底之前 把二期做完 問題是你在6月10號公佈的 只是二期的期中分析 你在6月底的時候 並沒有做完二期 那這筆錢怎麼能夠入章呢 對 那這個也是目前來講 大家在質疑的地方 就是說你7月19號 我們的機關室的諮詢委員會 馬上通過高端納入工會司導 意思就是說 我們跟高端買的500萬劑 已經確定這個合約開始在進行了 那高端所有的庫存 就可以變現為現金 郭正亮他指出 他說其實公司已經沒錢了 高端公司已經沒錢了 不過高端公司到目前來講 他並沒有因為這個問題而回應 不過我們的貴買中心竟然是戳破了 他的一個目前的窘況也洩漏了天機 因為他是上櫃公司 所以貴買中心說 你5月6月的財務報告要公佈出來 結果5月就虧了1.23億 6月份他的營收93萬 93萬 那5到6月份加起來只有虧4655萬 就虧了4千多萬 為什麼 因為有一筆 業外的3億元的收入 3億元的收入是哪邊 原來是去年的10月的時候 我們在高端跟聯亞的過程裡面 我們給高端是4.72億 那時候先付1.72億 去年的10月 那照規定第二期的3億要什麼時候要給 是今年的6月30號之前 高端要做完二期的實驗才付給他 問題是高端的解盲在今年的11月1號 才可以正式解盲 他目前只是期中報告而已 你竟然就已經先付給他了 而且這一次還專案的把他納入公會司檔 那就是完全幫他 因為高端那一些所有的庫存以及500萬劑 目前來講他陸陸續續在交貨 高端可以40.3億 他可以入账 記不記得在今年2月的時候 陳時中在立法院 立法委員 在質詢的過程裡面他說 我們已經簽了一個500萬劑 跟誰簽 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 那個以後出來的數據會很漂亮 二月 二月高端才正式在收人 然後也要收第二期的人 你怎麼知道數據很漂亮 還沒有收滿 等到收滿 打到第二季是4月28號 二月我們陳時中就已經開天眼了 他已經關落雲 他已經知道 高端未來的數據會很漂亮 那如果你不是有開天眼 那你一定是照著劇本走 聽說這次500萬劑 5月28號簽約的時候 高端的知識還很高端 聽說價格殺不下來 後來用881塊 881塊一劑 是目前全世界最貴的 你說沒有啊 我們買那個BNT 那個30塊美金不是也接近900塊嗎 人家是三級的 你如果你要買便乳的時候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愛用國貨 你一定要買那個國產的玉籠 你會嗎 而且國產玉籠跟便乳的價格一樣 你相信嗎 好 我會來談 為什麼八天兩過關 難道是為了貨航高端嗎 難道是因為高端已經連續出現虧損 你要趕快讓他入帳嗎 特別是為什麼呂傅說 我已經接洽兩個禮拜之內 就可以交貨的疫苗指揮中心 連理都不理我 他們有管道可以替台灣購買三千到五千萬份的疫苗 原廠包裝 原廠直接送到台灣 想要立刻回電話給那個李全副總統 那後來一忙 雖然把他抄起來 那忙個幾天就有一點就遺漏了 那不過相關的裡面 我們對這事情的了解 那可能還要需要有一些努力 COVID-19的疫苗 在這樣子國際的疫苗緊縮的一個情況之下 為了有效控制疫情 那各大廠基本的態度都是跟國家往來 因為呂傅總統這邊辦公室 他有個新聞稿 有講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接受到 正式一些相關的一些 這些文件或相關什麼 但我們也會密切注意這個事情 就如同過去呂傅曾經說過 真是歸中怨婦 如果呂傅現在是現任的副總統 他敢忘了給他回電嗎 三千萬劑可以忘了嗎 而且你還沒有給他回電 你怎麼知道不可能 每次都預設立場 為什麼三千萬劑 呂傅說有機會買到 你不回電呢 真的 這件事情 如果是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或許不相信 你看他去年講說 今年六月之前兩千萬劑 今年七月的時候三千萬劑 大家都會打到 好啦 那時間會證明一切 你剛剛看的 全部都是照劇本演出 為了護航高端 你看到了 郭台銘 台積電 慈濟 甚至於這一個幸運法師 他們要捐贈的時候 你看到怎麼樣子一檔再檔的 好啦 現在簽了 但是你回想一下 如果呂傅講的 是確實的三千萬劑 能夠簽約之後兩週交貨的話 我們現在還需要在這邊 要打高端或者是在那邊炒說 我要打AZ還是莫德納 還要預約來預約去嗎 不用 但是為什麼 選擇性遺忘 我就是不要幫你買 然後那個時候講說 我們疫苗太多了 太多了 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到現在 我們疫苗有很多嗎 沒有嘛 大家還是嗷嗷逮捕 那這個政府 有苦我們人民所苦嗎 沒有 好 但是有個問題我搞不懂 既然有這麼多人排隊等不到疫苗 那為什麼我們的莫德納 會放到快過期呢 據說八月六號就要過期了 現在還有七萬多劑沒打完 為什麼 打得完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當然就不需要 來啟動備用的計劃 但是我們還是每天 都會維持一個密切的聯繫 打得不夠了還放到說過期 那是不被允許的 我們還是有一點擔憂 但是問題是中央地方來合作 他打得完 我們就讓他繼續打 好 那我們每天會問 比較麻煩地方 我們天天問他也很麻煩 這個疫苗是很珍貴的 大家多花一點時間 今天盤點 這些疫苗從一開始 放在醫院 也不是我們地方政府 能夠自己決定要怎麼打的 他還是要按照中央的規定 這些快過期的疫苗 能不能給我們接種 我們應該一起來問 問問中央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接種 莫德納疫苗 想問中央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接種 莫德納疫苗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在排隊的有四百萬人 有四百萬人排隊等不到莫德納 但現在就有七萬多劑快要過期了 這不是很奇怪嗎 有什麼 真的 你頭剛才買 你都賺 都不要買 耍賴的時候 現在有火的時候 你還沒用煮 你看到 而且聽到 講說快要過期了 那個四百多萬已經預約的 還有還沒預約的人 心裡面真的是很糾結 你這個傲慢的政府 你真的是把人民老百姓的一個生命 你當做什麼 今天你七月十五號的時候 你疫情指揮中心講說 好了 接下來四週全部都打AZ 那個時候還有多少劑莫德納 三十五萬劑莫德納 耍賴的時候你都沒用煮 好了 現在地方講說 這些疫苗都快過期了 耍賴你說會啦 我們會有備案 什麼備案 我每天會打電話 盯著他們要去打要怎麼樣子 所以他的備案就是每天打電話 對 每天打電話 他的備案就是每天打電話 所以他之前不讓人家打莫德納 不讓人家只能打AZ 所以莫德納才會搞到 現在快要過期 對啊 然後推給地方政府講說 你如果還不打完的話 如果快要過期了 我把你收回來 然後我再重新分配 不然你也拔的時候 你像那個台北市副市長 你要播的時候 你是不是早一點播 對不對 你的速度比較快 但是地方政府就在哀嚎 他講說 眾人四百多萬的人都在等 結果你中央怎麼樣 你現在又弄一個講說什麼 我莫德納村的 我要讓第二類 第二類是什麼 就是政府高官 所以他是不是特別留下來給政府高官 食藥署那個時候 我們國民黨立院黨傳揭發的 食藥署的編制 167%打第一劑的 那是打什麼 不是打AZ 那是打莫德納的 所以他這一批莫德納是要留給那些人 對啊 還有包括什麼 行政院的那個丁一鳴 有沒有 你都是官官相戶 耍勒的時候 這些老百姓 長者 慢性病患者 然後嗷嗷帶補 你替高官 你是不是有圖利之嫌 你現在把這個剩下的莫德納 想要打的不能打 然後你現在說要給第二類的 然後這些高官打第二劑 你是不是語明真理 所以說老百姓會覺得講說 你真的很奇怪 那你今天買又買不到 有的你要放他過期 然後想該打的覆蓋率的 要打第一劑的 你都不害怕 說穿了為什麼莫德納會放到過期 就是因為這些莫德納就是政府的 精華保留戶 就是我們去普悠買不到車票 結果我們到車上才發現說 要怎麼擺到擺到四個都買 結果哪有那麼空位沒有人做 因為那些是公關票不能賣的 好 另外一件事 我們也覺得非常奇怪 是之前大家一直呼籲混打混打 指揮中央都說不行不行 現在說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高端納入了公費施打疫苗名單後 就說預備要開放混打了 這個邏輯是什麼邏輯 柯文哲說我實在想不通 ACIP的會議 那第一 他們同意 高端疫苗納入COVID-19疫苗接種 公費疫苗的接種作業計畫 在整體 在專家 經過相當多的一個辯論跟討論 他們是認同可以混打 問題是你腺病毒疫苗過敏 你可以打mRNA mRNA過敏你可以打腺病毒疫苗 並不是說這兩個有過敏 那你一定要打高端的 這個邏輯還是很怪 科學家 你看 看不懂現在在幹什麼 高端為什麼拿到EVA 我覺得 因為前幾天還在想說 其實他臨床二期都要 十月才要解盲 怎麼 三期也還沒做 甚至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就算他拿到EVA 你現在臺灣要用 要用什麼情形下允許他用 打了腺病毒之後打mRNA 這個是全世界已經有 非常非常多研究報告支持的 也就是說你打了AZ之後 如果你接著打莫德納或打輝瑞 那是OK的 所有研究報告都支持 但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份研究報告告訴你說 你打AZ或打了莫德納或打了輝瑞之後 你第二級可以打高端 所以我們政府可以這麼幹嗎 可以硬幹嗎 因為你要曉得 高端疫苗的基轉 跟這個所謂的BNT 跟莫德納這種mRNA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是蛋白質次單體疫苗 所以你真的沒有任何數據 可以支持你說 你可以跟他混打 可是他如果不讓他混打 那高端就拜拜了 因為以目前我們BNT買到一千五百萬劑 跟我們的到貨量 已經超過兩千三百萬劑 全臺灣人打一劑 都可以有夠還有存 那當大家第一劑都打了國際認證疫苗之後 如果你不開放混打 那BNT 那高端或者是聯亞 不就拜拜了嗎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連柯文哲 他是醫生 他也就充滿了疑鬥 覺得怪怪的 搞不清楚你要發生什麼事情 那之前 因為這是政治決定 不是科學決定 對 這個科學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之前指揮中心說數據不夠 甚至說 那個是牛津那個研究 混打AZ BNT的研究 那個因為是中在西方人 好 那人家南韓 就做了一個研究給你看 他就是東方人對不對 他AZ混打BNT 那結論跟牛津大學那個研究 基本上是一樣的 他找了499個醫護人員 反正醫護人員就很可憐 反正他一定要打疫苗 這就被拿來做研究 他有兩劑都打AZ的199個 兩劑都打BNT的200個 第三組是AZ加BNT的 那你看出來的結果跟Oxford 這個牛津大學 就一模一樣 他跟你講說混打組 他本身產生的中和抗體的效價 比你打兩劑AZ的高了六倍 而且這個效價高度跟BNT兩支 一模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用腺病毒代替 加上一個mRNA疫苗 這是完全合理的 這是OK的 那之前那麼多報告 你都不同意 對 你都 現在高端上了榜之後 你就說可以了 對 所以這個讓人家覺得很詭異 完全聽不懂他的邏輯 跟科學的精神到底在哪裡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南韓的對不對 對 那瑞典之前早就有報告說可以了 你為什麼不同意呢 對啊 因為你還批評說 沒有AZ加莫德納的研究 那這是瑞典的烏密爾大學做的研究 就有了嘛 對 他就是第一劑 這個又至少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 反正就是要貢獻自己的生命 來 他就第一劑打完之後第二劑 繼續打AZ 或直接改換成莫德納 那你可以發現說 的確先打AZ加莫德納的人 他保護率的確比直接打兩劑AZ的高很多 你看這個在這裡 直接打兩劑 這個是AZ加莫德納的就高到這裡 在這裡 所以這個明顯的 你要知道這是對數喔 這是綜合抗力 這不是超20% 這是對數 每一格就是十倍 每一格就是十倍 對對對 所以你這個高的就是很多很多倍 所以AZ加AZ在這裡 對 結果AZ加莫德納在這裡 對 那是十倍到二十倍 對 所以其實跟我們知道說 其實 所謂的腺病毒混打這個mRNA疫苗 是完全在理論上跟實際的世界裡面 都曾經出現 而且有效 好 我們再來看以色列 以色列這個報告讓我們覺得很擔心說 其實 現在是解封了 我也解封好了 可是其實 大家真的要很小心一個問題 以色列是全世界 自打率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 對不對 而且它最主要 全部都是打輝瑞BNT疫苗 結果他發現說 他現在流行這波病毒 最主要是Delta病毒 而且他對Delta病毒的染病的防護率 只有39% 當然沒有錯 他對於他的重症防護率還有94% 重症防護率還有91% 所以還是不錯 對重症避免 你死亡避免 你被插管 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要給各位看一個是 他這一次像這個是打兩劑之後 居然需要住院的有152個 而且這個152個人死掉22% 死掉22%是在我們這個 新冠重症的死亡比例裡面 算是很高的 那這個也就跟我們講說 誰會死掉你知道嗎 一般來講 它這是綜合了好幾篇研究 綜合出來的結果 他跟你講說 高血壓在死亡病例比較高 那其他的沒有死掉的 大概就是沒有感染住院的 就是44到62% 所以高血壓高到71% 那糖尿病的病人 明顯的比這一組高 這個兩三個研究 所以他有一個範疇 那心理衰竭的比較高 慢性肺病高 慢性腎病也高很多 肥胖也高很多 到最後癌症也高了快一倍 然後最後你免疫力低下 是特別的現象 所以跟我們講說 不要扣水說你有疫苗都沒事情 如果你有以上這些情況 這個在我們老人家很多對不對 是 你要小心 其實你打完疫苗 你還是要個人防腐要做好 不然的話 你搞不好跟以色列 會看到同樣的悲劇 不過以色列是用輝瑞和BNT的疫苗 針對Delta來做研究 對 那我們的高端有針對Delta做研究嗎 沒有沒有 我們高端就比較的 完全沒有 可是當有媒體問高端總經理說 那你到底能不能對抗Delta病毒的時候 他說應該可以 他為什麼憑什麼可以說應該可以 他沒做過研究 他怎麼能夠說應該這兩個字呢 對啊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疫苗跟疫苗之間 譬如說一樣吃單體疫苗 Noblex他本身最出名的是 他那個特殊的佐劑 人家那個佐劑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你跟他加不同的佐劑 誰敢講說你一定做得到 這個真的是完全沒有根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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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